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 你知道吗 CORRAA全车系在马来西亚的销量已经超过了 15 万辆 也就是讲从你的这个公公爷爷或者是叔叔伯伯背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买 CORRAA 一直买到现在 虽然这一代的车型它的这个能见度可能感觉偏有那么高 但是最近我拿到一份销售数据了 平均来讲它每个月还是可以卖两到三百台 这个数据真的让我有一点点惊讶 要知道现在目前 C-Segment 车站的市场呢 已经萎缩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最畅销的C-Segment 一个月也是 700 台到 600 台左右而已 所以它可以卖两三百台是不是已经很强了 一看到这个成绩就吓得我马上跟这个 UNW Toyota 借一辆车出来 再为大家做一次试驾分享 来看一下这辆车为什么还是有竞争力 可以吸引到消费者去选择它 实际上我有非常多的朋友 他们是9代 10代 10.5代跟11代的 Corolla Autist 车主 他们给我的轻一色的 comment 就是这辆车非常非常的耐用 其中有一位车主它的车开了大概有10年左右 在这段期间内呢 它其实也更换了一些没有太贵的零件 例如讲这个 Engine 的 Plug-Roy 然后例如讲它的 Compressor 等等 如果以一辆十年的车来讲的话 它维修的东西确实很少 但是这个9代 10代跟11代车主都有一个 comment 就是车辆的操控表现不是很好 所以这一个新一代的 也就是11代的 Corolla Autist 呢 他们更换了全新的 TNGA GAC 平台 这个平台每次大家都讲哎呀 TNGA 只是一个 Marketing 罢了只是吹罢了啦 但是实际上你开过这个 Corolla Autist 你就会知道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一举棒呢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激进的试驾给大家看 不过我们先讲它的外观设计 就像我讲的 采用 TNGA 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外观设计跟之前的 Corolla Autist 其实不一样 这款车已经 Launching 的那么久了 现在大家对它的外观设计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引擎盖呢 它是压的非常非常的低的 如果讲你是坐在车内你是驾驶的话 基本上你望向前面你是看不到引擎盖的 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低重心的特性 然后让你觉得这辆车的操控表现是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动态驾驶的感受也非常好 因为不会有一个东西阻挡你的视线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啦 这个外观设计是好看的 非常的锐利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冷角分明的设计风格了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侵略性 如果大家喜欢这辆车的外观设计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 就是这几年啦 可能从2019年开始呢 厂商在推出新车的时候 都喜欢为他们配置非常非常大的轮圈 像是如果Sedan的话 17寸 18寸是很正常的事情 SUV的话甚至可以跟你怼到20寸去 而这款车匹配的就是这个17寸的轮圈 而且我看它的这个轮胎规格 我觉得有点惊喜啦 因为它配备的是225 45 R17的轮胎 但是在驾驶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轮胎太薄 所以影响了这个车辆的舒适性 我觉得这个要归功在它的后悬调 就像我该讲的 9代 10代跟11代车主 complain这辆车的handling不好 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 这个Cora Ortiz呢 它的后悬调是这个Torsion Bean 但是在这个11代呢 因为它采用这个TNGA平台的关系啦 所以它变成了Double Wishbone 双AV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 虽然一些地方的资料显示它的后悬调是Multi Link 但是实际上它是Double Wishbone来的 而且这个Double Wishbone的表现我是真的很喜欢啦 等下试驾的时候再讲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起来呢 这辆车 它其实已经突破了以前我对这个Cora的印象 因为以前我从这个Cora这个 非常非常老的Cora我就有做过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款车 我可以讲这款车真的是脱胎换骨啦 真的是只有驾过才会知道 讲这样多我们吹这样多是没有用的 我们等一下去试驾就知道了 打开这个引擎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引擎是大家很熟悉的 我也不用讲这样多 这具引擎是从这个10.5代的Cora Ortiz使用 也就是时代的Facelift啦 它的代号是2ZEGA FE 是一具Dual VTi的自然进气引擎 排气量1.8公升 最大马力表现是136 HP 139 PS 然后峰值扭率是172 Nm 你觉得这个引擎的动力有很出色吗 老实话真的是没有 可是我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 这个是Toyota当时的负责人讲的话 有一部分的消费者包括我在内 是很喜欢操控的车子 然后很喜欢这个动力强行的车子 但是这样的消费者可能只占总消费者的10% 而Toyota打造的车款是要满足剩下90%消费者的车子 所以呢耐用省油好开 那个是它的重点 老实话这具引擎的动力表现真的没有很出色 但是呢它有几个特点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个点就是它的四驱驾驶非常轻盈 它在0-30的加速这个轻盈的表现呢 不会输给我的HRV Turbo哦 所以它真的很适合四驱驾驶 然后油耗表现方面也是有惊喜 这个1.8公升的引擎在大部分是以四驱驾驶的情况下 大概可以拿到8公升100公里的油耗 这具引擎基本上是满足了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啦 如果Toyota可以在这个小改款车型上面更换一个新的引擎 例如讲那个2.0的Dynamic Force Engine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这样才会更好玩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会讲 哪些总是用旧的引擎 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解释就是澄清一下 除了Yaris跟Vios之外 大部分东南亚的车款引擎动力配置都是跟泰国 也就是讲泰国用什么我们用什么 这辆车其实在泰国也是只有两个引擎选项 一个是1.8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一个是1.8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混合动力引擎 因为这CBO的关系价格可能会贵一点 所以没有引进 所以我们只是引进这1.8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其实我们是跟区域的设定走 而不是本地的代理不给你新的引擎啦 这一点大家是要明白的 这辆车自2019年年尾发布之后 我陆续开的应该有五六次啦 是真的很多 然后这辆车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椅子 这椅子你看哦坐下去 它的包覆性真的很好 而且它很有战斗格调 真的很像那种赛车仪的感觉 然后你看我身高181 我坐下去我的肩部完全的被支撑到 而且你看这个头枕的椅支撑 是不是很完美 所以我很喜欢坐这辆车的椅子 因为坐起来真的很舒服 然后接下来一点就是 这辆车的内装其实有很多争议 很多人讲这个内装很丑 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内装设计蛮好看的啊 你觉得丑还是好看 你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那这个内装我觉得非常的简约 基本上你要使用它的功能 你伸手就碰得到 你可以忙操作 例如讲你要控制冷气也好 你要风量也好 你要温度也好 这样都是一伸手就碰得到的 这样子的设计我觉得才是好的设计 因为它真的是很user friendly 就很 它的使用者界面很友善 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这是刚刚好啦 只是 我还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会讲丑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我曾经讲过我对这个触屏主机没有问题 我觉得OK 就有很多人讲我没有公信力 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 我讲它好用跟有没有公信力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个人的 对我而言这个东西只要显示清晰 然后我主要我要用的功能它给得到我的话 我基本上我没有太在意它的设计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的需求 当然你的需求可以跟我不一样 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是个人的需求 你不喜欢不代表我讲的就不对 你说对不对 但是这个主机我现在最新一次试驾 我才发现到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触屏主机呢 它不是采用这个贴合荧幕的关系 所以你看起来它的分辨率会有一点点的小影响啦 但是我觉得OK啦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前面有一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然后这边是这个排档杆 后面是电子手刹车跟autohull 这个电子手刹车跟autohull呢 是顶级的版本才有 然后后面有两个杯架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中央扶手可以放东西 只是它的前面因为放置了这一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所以没有置物空间 然后门把这边也没有这个小格可以给我们放零钱放钥匙等等 置物空间方面我觉得是有点不足够啦 但是整体而言我还是喜欢这辆车的 尤其是它的驾驶坐姿真的是很运动化 而且还有这个换挡波片在 真的很不Toyota啦 前面的门板没有置物空间 但是后面的有所以我可以放电话 然后这个是后面的空间表现 大家就用自己的肉眼观察啦 我就不讲太多啦 然后这个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啦 这个就是后面的空间表现 大家自己做评论 然后我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系车包括其他品牌的日系车 为什么在东南亚可以卖得好 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化的设计 例如讲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这个是东南亚版本很需要 因为东南亚真的是很热 像现在这样子 然后我的Videographer又被我开冷气热到我要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日系车呢 包括这个Toyota在内啦 他们的冷气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冷的 就是讲可能你在大日天的时候 你可能开一个20度左右 你就觉得足够了 这个是那种欧系车或者是韩系车 基本上都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点很人性化的东西 这个是为什么日系车可以在东南亚扎根那么久的最主要原因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必须承认 他们真的做了很多 这个 为了东南亚而做的司机啦 OK啊 现在我们就来讲这样子的驾驶感受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它的引擎 自从这款车发布之后 就很多人吐槽这个引擎很老啊 没有力 老 它真的是老 力 我觉得它普通 但是这具引擎有一个优势 是现在很多引擎所做不到的就是它引擎的细腻度 在刚才我上山的过程中啊 我一直有把这个引擎的转速拉到4500转或者是5000转 其实这个引擎传来的这个声浪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很多新引擎所做不到的 这个细腻度真的是太好了 尤其是你在这个3000转到4500转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引擎真的是在拉高转速吗 你看现在我试试一下 看已经4000转了 你听这个引擎的声浪 这个是4000转的状态哦 这引擎的声浪是可能会大声 但是它并不会出草 它还是很细腻的 所以它传来的这个声浪 不会让你觉得很烦很吵 你只会觉得它大声但是它转速很细腻 这个细腻度我觉得甚至是现在它的小老弟 就是那个Dynamic Fox家族都做不到 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很喜欢 它算是老 但是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它真的是那个宝 而且讲真的这个引擎在这种东南亚 不在意这个排放法规的国家中 它还是可以做得很称之的 尤其这个是细腻度 你看我在把这个引擎转速拉到5000转的 你可以听到引擎的声音很大声 但是不吵 不出草 这一点Good 这一点我是真的迷你在催它 你可以叫那个10.5代的车主 然后11代的车主 12代的车主 或者是Corona Cross 1.8NA的车主来跟你讲 它们的感想法都会跟我一样 引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OK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方向盘的指向度 这个方向盘的辅助力道比较大 我觉得在市区驾驶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重啦 可是呢虽然讲它比较重 但是它的这个路感是真的好啦 而且它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它并不像以前的Toyota车管那样 Toyota以前的车管它的steering就是松松的咯 有时候你转弯的时候你觉得 这个车头的指向性不是很跟手 可是这一次这个Altis上面 它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跟手 你可以看 现在 我在做这种转弯的动作 基本上车头的指向跟我的方向盘是一致的 它们高度契合 所以就造就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驾驭感受 这个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前的Toyota做不到 但是现在的Toyota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在这个C-Segment的Sendan里面 我觉得它们的操控真的是神仙打架 不过我必须声明啊 我讲的只是操控而已啊 并不是讲这种动力 操控真的是神仙打架 每一辆车从Elantra到CoraAltis到Mazda3到Civit 它们的操控表现其实真的是在播种之间罢了 差距没有很大 所以不管是哪一款操控都很好 然后接下来一点就是这个悬吊的设定 一直以来Toyota的悬吊设定都是以舒服为基准 也就是讲除了舒服以外 它并不是很在意悬吊对于车体的支撑性什么 尤其是在这个10代的Altis上面 你可以觉得它的这个悬吊 会让你的车辆车型非常的严重 可是你看现在OK我在弯道 你从画面可以看到我 其实我车辆的车型并没有很严重 这个主要就是它悬吊的关系 当然后悬吊变成了Double Wishbone 是肯定有帮助的 可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这个悬吊的行程 变得更紧臭更偏向欧洲车 你可以在它过这个不平的路的时候 你可以Feel到这个悬吊其实它是非常的紧臭 它比它的虚位不多 它就是很紧的 就是懂一下它就上来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设定 让它在弯道的时候 它可以给到车体一个非常好的支撑表现 加上这个还不错的这个车头指向性 然后一个比较支撑的到车辆的悬吊 造就它很好的操控表现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的 因为笑让很多试驾车 如果你不相信我讲的 你自己去showroom试驾一下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驾 然后这个操控表现 这真的是corora吗 这个完全不像corora应该有的表现 即使那么多年啊 我驾这款车我还是会被惊艳到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短行程悬吊 跟着一个double wishbone的组合 你看啊现在我过这种减速带 它那种小振动 它可以很快的把小振动给平复掉 这个是真的很欧系车的设定啊 你看注意从镜头看 这边我过减速带它一直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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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车辆的震动真的不明显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这一个设定 是欧洲车 只可以讲它是欧洲车的设定啊 太爽了 然后多少次开这辆车 还是多少次会给到我经验 然后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云顶试驾的影片 希望这一次试驾会让你对这个Corona Altis有所改观 哦对啦在结束之前我要讲一下它的这个安全配备 这辆车配备了完整的这个Horn 这辆车配备了完整的Toyota Safety Sense啊 基本上主流的功能应该有的它都有 像是ACC主动式定速训练带Stop and Go 然后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然后车到维持系统等等等等它在上面应有尽有 你看看一辆车有操控有舒适性 然后还有这个安全配备 是不是你对这个Corona改观了呢? OK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C-Segment sedan已经不多了 就是这个Corona Altis CWIT FE MASA 3 还有这个Hyundai的Elantra 但是每一款车基本上都有不同的消费主权 像是这个HONDA的CWIT呢 想当然而 它当然是主打运动 然后MASTA主打的是质感 然后Elantra主打的是前卫 这个Corona Altis呢 虽然讲它的操控表现 比起上一代是有飞跃的进步 它很多东西都已经很不Toyota了 但是它本身的个性 并没有脱离Toyota的这个特性 也就是它还是一辆可以家用的serran 我其实很蛮惊讶的是 它可以兼顾到操控跟舒适性 你看一般上操控很好的车 它的舒适性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这款车没有哦 它还是顾得到 所以我逐渐明白了 为什么这辆车看起来好像竞争力比较差一点点 但是它每个月还可以卖那么多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读者呢 有没有是这个Corona新一代的车主 如果有的话 真的欢迎你留言 发表一下你对这辆车的看法 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惊奇啊 这辆车的表现竟然可以那么好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好的不好的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的下方留言啦 希望可以看到你独特的见解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